歡迎來到靜轉全球 我是詹玄一 經濟衰退就在眼前了嗎 我們來看到地表市值最大 跟臺灣科技業密切相關的蘋果 傳出要來削減支出 暫緩明年的真正計畫 還有研發預算 消息一出 讓週一的股價是硬生下差 超過了2% 還引爆科技股賣押 道琼盤中震盪超過600點 收盤下跌超過200點 美股四大指數全面收黑 而最近一連串的科技業財源 還有凍結人士的消息 讓投資人越來越害怕 景氣將會急准直下 分析師也紛紛來下修企業的獲利預期 剛才彭博報道 蘋果一些部門打算明年要來凍結人事 而且預缺不補 同時部分部門的支出預算比預期的更低 這對蘋果來說並不尋傳 而過去幾個禮拜包含像是微軟 Tesla還有Netflix 他們都公佈了財源計畫 Google Meta Uber這些科技業者 也傳出他們在減緩招聘 凸顯的是現在企業開始 縮一劫持控制支出 他們想要來保留現金 面對景氣經濟前景的不確定性 週恐怕會將加速 整個就業市場由熱轉冷 導致經濟降溫 而在經濟衰退的恐懼籠罩之下 不只消費信心受打擊 市場信心也日益低落 投資人對企業的獲利展望 是越看越淡 班希盛原先預期 第二季美股的上市企業 獲利成長上看百分之六 但現在已經下修到百分之五 甚至更低 那麼今年全年 乃至於到明年的獲利展望 現在看起來也都持續的變差 蘋果將會在七月底 公佈上季財報 將會提供關於後續景氣變化的指引 再關注中國的爛尾樓風暴 持續延燒 房貸戶聚腳貸款的停貸潮 現在蔓延至少到八十座城市 有超過兩百個建案 整個爛尾樓的房貸總額 現在估計高達了兩兆元人民幣 足以動搖國本 現在中國當局為了避免引發 系統性的金融危機 全球要來開放特別寬限期 也就是說讓屋主可以緩繳房貸 儘管證實替市場打了一劑強心針 但現在全中國各地的房貸戶如果都要求比照辦理 北京當局恐怕是無法招架 根據彭博報導 中國的爛尾樓風暴動搖國本 現在中國政府致力要來穩定金融市場跟民心 傳出要來允許數十萬計的爛尾樓屋主 他們可以暫時先還繳納房貸 而且不會影響到目前的信用評分 而這個方案現在還有對中國的決策高層批準 但凸顯出的是中國的房地產危機對社會穩定的衝擊越來越大 中國政府另外還要求國有銀行出面 和地方政府協商成立基金 那麼要來接手這些 還沒有找到買家的爛尾建案 目的是要來進一步穩定房地產市場 爛尾樓業主聚腳房貸的停貸潮 對中國經濟衝擊非同小可 中國家庭有七成財富都存放在房地產 那麼房貸佔銀行的放款業務有三到四成 地方政府三到四成的財政收入 也仰賴土地銷售 就連大宗商品行情也受到的房市牽動 爛尾樓風暴如果處理不慎 不只衝擊房市 還極有可能演變成金融風暴 引發社會動盪 而整個經濟前景惡化 全球股市重挫 美股幾乎促光疫情期間的漲幅 投資人的資產收水 精品市場也難免受到影響 最近幾個月 這些明表的轉手價格也開始走跌了 但是跟股價相比 依然是相對有稱 保有在疫情期間大部分的增值 所以就算未來衰退一針的降臨 甚至陷入停滯性通膨 這一些具備收藏價值的 精品明表依舊保值 經典外觀配上橄欖綠色面盤 瑞士名貴鐘錶百達斐力 戴在手上尊絕不凡 但同時也要有足夠財力 隨著二手鐘錶市場銷量和價格 持續攀升 原本售價三萬四千九百美元的 Nautilus手錶 行情飆到將近五十萬 增值超過百分之一千三百 疫情期間現今充裕的消費者 把眼光放到投資經典明表 加上通膨避險需求 帶動熱錢流入奢侈品 品牌鐘錶成為保值商品 新一代的年輕投資人 加入了收藏家的行列 在科技股和加密貨幣上 大賺一筆後 買名表納入資產 奢華鐘錶市場收益不斷創高 但如今隨著利率上升 科技股和加密貨幣受到重創 部分收藏家開始賣表 瑞士手錶集團包含卡蒂亞 Omega都出現供過於求的情況 隨著標普五百指數進入熊市 比特幣也從二零二一年十一月以來 價值大幅縮水 原本大手比買表的買家 變得更加謹慎 根據全球奢侈表指數 二零二一年七月 中表價格持續上升 到二零二二年三月 一度飆到四萬五千後 開始輸現微幅下跌 到七月降到三萬六千英鎊 但整體還是比前一年上漲超過百分之二十七 即使奢華中表二手市場 空前大漲的行情出現降溫趨勢 中表的獨特性 經歷價格起伏 也不曾泡沫化 它的價值更不會被智慧型手錶取代 民眾是不同場合或目的變換手錶 收藏奢華中表的熱潮 不受智慧型手錶的影響 銷量還是與日俱增 高貴的瑞士錶不只用來暴食 也是身分地位的象徵 在當前高通膨的環境下 更具備避險保值的功能 近新聞 張圓 汪林錡報導 現在整個主要央行加速鬆襲 雖什麼資產的價值 都是大幅縮水的 但是奢華民表可以避險保值 因此相對抗跌 但是短線行情 還是難免受到影響 我們跟您看到 這是以代表性的 勞力士價格指數來觀察 轉手交易量最高的三十款 勞力士手錶的平均行情 從去年的一月開始 呈現上場趨勢 那麼一到今年的四月份 價格是一路飆到了最高點 來到了一萬五千八百美元的位置 但從四月之後 整個勞力士手錶的空前大漲 行情出現降溫趨勢 所以新您看到六月價格 已經跌到了一萬四千八百美元左右 但其實相對於股市 或其他資產 錶還是相對抗跌的 加上收藏奢華中錶的熱潮不減 在二手市場 收藏家 不管是新手老手 都想追求獨特稀有的錶款 我們來看到百搭斐力 這一款因為已經停產了 所以對於收藏家來說 別具收藏價值 本來的行情是三萬五千塊錢 那麼市場的價格一度 飆少了二十三萬 目前微幅下跌 拍賣價格也有十九萬 瑞士品牌愛皮 他的皇家像素系列 行情價也從兩萬三千 飆到了超過十六萬 勞力士堪稱最受市場 歡迎的錶款之一 黑面的款式 從原本的售價一萬二 現在飆到了四萬四千美元 而談完了精品名表 下一段節目 待一認識未來鑽石 歡迎歡迎進展全球 精品市場現在 吹起了新世代的珠寶風 那麼在高貴美觀之外 現在也要來兼具環保的 ESG概念 隨著技術進步 實驗室培育的人工鑽石 和天然鑽石幾乎沒有差別 一樣特殊儀器才可以分辨出來 連股神巴菲特 都投資開發各大精品珠寶商 現在也打破競技 他們開始採用這種未來鑽石 一個鐵很少 人們會做任何事情 以獲得它 而所有人觸碰它 都在手上剩下血 耀眼奪目的鑽石價值連城 但是李奧納多主演的電影 寫鑽石讓人認識到 光彩背後殘酷的開採過程 讓天然鑽石的光芒 蒙上一層陰影 這些是世界上世界最貴重的 但是人們在研究這些石 都在世界上活了一些 最糟糕的情況 實際上沒有理解 所以我開始研究 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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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 比昂斯 雷哈娜 泰勒斯 朱利亞 羅波茲 还有路皮塔尼永欧 这些国际巨星身上佩戴的珠宝饰品 都出自安娜贝拉城之手 上面的宝石不再来自有争议的途径 不会招来舆论批评 安娜贝拉城的人工宝石创作 已经获得广泛的认同 来到模拟钻石生长环境的实验室 专家正利用CVD科技 培育人工钻石 只要几个星期就能生成 快速量产的人造钻石稀缺性 虽然不比需要几亿年 才能生成的天然钻石 价值较不被肯定 但可应用范围相当广 就连尖端半导体制成都少不了它 人工钻石早在1950年代 就应用在工业用途 随着科技发展 如今人工钻石和天然钻石 除了生成过程几乎没有差别 需要使用特殊仪器才能分辨 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 也早已修改钻石的定义 不再限于天然开采来源 拜珠宝商强力宣传之刺 钻石作为爱情见证的形象 深植人心 但是开采过程 对环境生态和社会的冲击 不再被年轻世代所认同 促使戴比尔斯 施华洛士奇等业者 开始应用人工钻石 潘朵拉去年更是宣布 全面弃用天然钻石 其他包括主演写钻石的 里奥纳多 以及股神巴菲特旗下的珠宝试业 也都纷纷投入开发行列 精品集团LVMH 则是投资以色列培育钻石的 新创公司Luxix 参与了最新一轮9000万美元的融资 培育钻石比天然钻石 便宜一大约三成 像是戴比尔斯旗下 瞄准千禧世代的实验室 珠宝品牌Lightbox 以克拉人工钻石售价 约800美元 亲民的价格和不惧争议的来源 对新世代奢侈品消费者 极具吸引力 去年人工钻石珠宝市场 将近60亿美元 占整体钻石珠宝市场的7% 比2020年激增超过一倍 随着产业发展 越来越成熟 供给增加降低成本 预估到了二零二八年 整体人工钻石市场规模 渴望突破三百亿美元 靖新闻 亲爱 姚旭凡报道 看完了未来钻石 下节节目来看一看 数奇强片这么多 你进电影院了吗 欢迎来到静准全球 疫情初期民众居家防疫 串流平台大发力士 而电影院门口罗雀 让人一度以为 整个观影习惯会就此改变 不过在解封之后 强骗一档接一档 人潮再度回笼 制片商还有影迷都深深体会到 大荧幕的观影体验 是无可取代的 如今反倒是Netflix 他们面临会员流失 业绩大幅走皮 那么未来的影视生态 将会如何变化 来看我们的分析报道 熟悉的开场声 串流平台 陪伴不少人的晚餐 与休息时间 一个月以最多不到四百元的方案 让使用者看到宝 有人认为观影习惯的改变 将会挤压电影院的生存空间 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事实上电影业和串流平台 也不是互持关系 美国全球影乐业主协会调查发现 有用串流平台的人 也更常去影厅看电影 没有造访电影院习惯的人 通常也没有使用串流平台 在华纳兄弟之前 环球影业就以魔法精灵测试新创举 在戏院和网路同步上映 结果三个星期内 网路平台的营收 就超越院线五个月的票房 让发行商乐开怀 却惹怒了戏院大佬AMC 发行商和电影院协商之后 决定将原先一般九十天的下档后发行期 缩短成在电影上映后十七天至一个半月 就能在其他平台观看 借此保障戏院业者的生存空间 沃电影院在市场上 也不是全然被串流平台踩在脚下 串流平台虽然砸不少钱拍摄电影 品质却参差不齐 好莱坞巨星史嘉雷·乔汉森 虽然最终与迪士尼谈拢条件 但在这之前就因为黑寡妇 同时在串流平台上映 控告迪士尼违约 害她承受商业损失 撇除分红考量 有些好莱坞影星坚持只出演大荧幕作品 判重的是院线电影的高品质 串流平台想甩掉小荧幕水准的形象 跟电影院合作可能是出路之一 Netflix斥资4.5亿美元天价 买下电影《峰回路转》两部续集 不过却计划先在电影院首映 自己的串流平台 反而要等到45天后才能看到 夜市刚推出时电影走向凋零的议题 就曾被讨论过 如今新媒体的加入不见得让戏院完全不堪一击 或许大荧幕能够提供的体验至今都还无法轻易被取代 确实在后疫情时代电影院业者如果只是被动等待 人潮回流早就关门大吉了 镜头回到台湾来看看电影院业者要如何不断的推全出新 提供诱人的服务跟体验 而老戏院也要如何整形多角化经营 才能坚持不熄灯 跟上时代的脚步 新北台中花莲 云林台南高雄 四看影城在全台扩大设点 有别于多家电影院因疫情席登歇业 能够历史开业是多年来按部纠败的布局 为什么我们敢办一百块钱 因为我不怕你来看 我们一开始在设定的时候 这样的这个软硬体的设施 我们在当初建制 就是建制得非常漂亮 所以我巴不得你赶回来看 疫情导致外出人潮下降 加上串流平台兴起 秀泰却不担心 甚至乐观看好 接下来的报复性回流 那刚好我们自己也有商场 所以我们在比对 影城跟商场摆货的这个消费的这个回流 它是其实台湾已经开始回来了 那个线上平台该看的 该该订阅都订阅完了 所以我觉得人已经闷了两年多了 全世界也是一样 开始走出室外 除了定影本业 秀泰近年还把触角延伸到 观影前后的商机 各地的生活百货 营业额已经超越影城 这几年其实台湾很流行 就是停车逛街 一日生活圈 大型沟村非常吃香 所以它动不动都几千个停车位 进来好几万平 那里面什么都有 你吃喝玩乐 甚至可以看电影 吃饭逛街 甚至现在开始有在做按摩 洗头 做SPA等等 它是一个很完整的 所以从教导度 我们会切误说 它能不能支撑一个电影院 OK合理 也有人流了 那下面的这些看电影前后的活动 跟商业的行为 我们可以把它满固起来 花三五年策划早点 秀泰最新的钢山影城 看上南部半导体产业 S郎代的人口 以及当地产产聚落 赤资一亿五千万元 打造高规格影城 意图复刻在台东的成功经验 带起重鞭商机 我们过去的经验非常多 最有名的意思是台东 台东秀泰开了之后 整个台东的街边店租金 台湾光复以来第一次涨价 然后第一次店家赚到钱 就是它那个租金 可能六十年来都没有动 我秀泰一进来之后 其他的租金 然后接过开始动了 主打高单价客群的钢山秀泰 还巧妙地把在地化食材豆瓣酱 放进电影院菜单 给在地人吃爆米花时 搭配最习惯的味道 而另一家威秀影城 则是请凌厨搭配电影 客制化餐饮内容 所以像之前像江振臣主厨 他有个纪录片叫初心 那个时候我们也请江振臣的团队 来设计一套菜单 专属于这个案子 在那个顶级影厅时候 可以搭配你在看江振臣主厨的纪录片 享用江振臣团队所带来的食物 为了开源威秀播放的内容 也不再只限于首轮电影 其实我们早在十多年前 就开始尝试着要做 所谓的影厅多角化经营 大概我们2010年 就来做了 就包括了演唱会的直播 后来就各位可能看到更多 在电影院里面做 不是放电影的事情 那这个内容就含瓜了 小型的舞台演出 脱口秀 那这些东西也都蛮符合 现在能够在电影院 使用的一个经济体 赚铁粉材 这些业外融入的节目 吸引了特定观众 进到电影院 不过依旧属于小众市场 开源节流是影厅业者 一贯的策略 要带起人流进到戏院 电影的内容也是开发重点 秀才影城除了放映 还投资国片制作 完整产业化的经营 我们现在演国片的比例 是史上新高 国片回到最源头 你不是电影院播就有人看 你要好看才在进来 所以我们很多年前 就回到源头 是我们在故事上 在拍摄品质 明星的寻找跟导演 我们就把它做好 所以我只要上片 其实就会有人主动来看 那是我们想要做的 这对产业才比较好 西院以电影为根基 开拓新商机是常态 本土影厅倡议发响 多角化经营 才能在役后打赢延长赛 喜欢我们的内容 欢迎留言 让我们知道 也请你按赞分享 持续的订阅锁定 节目最后 等你到印度的赛兰坡 看看传统的战车节庆典 进展全球 感谢收看 我们下回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